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上帝没有打算让我们人类安逸 怎么说呢 创世纪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造了亚当夏娃 创造了各样的动物 鸟类 还有海里面的鱼 上帝让亚当夏娃管理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还有地上的动物 管理是要很勤劳的 这是对管理基本的要求 所以呢 从这一点我们来看 上帝没打算让我们人类安逸 安逸不代表我们不休息 我们勤劳不代表我们不休息 休息表示我们活在一种正常健康的节奏里 这是好的 但是安逸却是懈怠 却是忽略了我们应该背负的责任 安逸呢也表示我们缺乏热情和动力 想想看上帝没打算让我们安逸 我们接受勤劳是一种快乐 我们也接受管理是一种快乐 是一种荣幸 这样我们就不会懈怠下去 祝福你 希望福定是一种快乐 再次行的 支持明镜与一点点